146號請到19號退台 國門10月中開放 週一早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擠滿大批人潮 翻出好久沒拿出來的護照 被妥相關資料和證明文件 離出國只差最後幾個步驟了 好 你高興 那是不是找護照的時候 還有點小小的找不到 對對 因為太久沒出國了 我們想說就是 過年帶小朋友出去玩 好像有一點預料之中 因為大家都悶滿久 根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統計 去年一整年換發護照件數 總共23萬件 但今年到目前為止 就已經累積36萬件 8月一整個月更有超過6萬8千件 林務局表示這樣的趨勢 是疫情之後最多的一次 上個禮拜五來講 我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加上我們其他所有的辦事處 加起來大概有3600件 那這個量應該是會逐漸的增加 再半個月國門就要敞開 飯店業者也摩拳擦掌 準備迎接回歸的外國旅客 光是訂房量就有倍數成長 尤其又以10月中之後 到明年過年詢問度最高 但疫情期間飯店人才減少 能因應這麼大量的訂單成長嗎 疫情期間我們飯店原本有一些 建交合作的實習的同學 那也是因為擔心疫情 所以其實在人數方面 其實是有暫停或者是減少 近期的話有慢慢的在回復 這個之前的這個實習的計畫 部門加起來也有一兩百位的 這個實習生 走出疫情一馬 業者盡全力補足人力 做好準備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